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個 Insta360 Flow 之前都想買的, 想著等消費券才買 不過, 急用了 要去旅行, 所以就沒辦法了 這個便宜一點 1500元一 就比官方的1599元便宜了 不過, 它只有灰色 我其實喜歡白色的 不過, 見到很多Youtuber都用白色 嘗嘗嘗 其實都不介意, 買個灰色來看看 港貨一年保養 這裡寫著 灰色 Stone Grey 好, 拍下愛學的照片 好, 看來看看, 怎麼開的 是不是 好, 看來看看, 怎麼開的 對 就是這樣 灰色也不錯 白色也不錯, 但灰色也不錯 都比較髒 好, 先放下 這裡 這裡 小小小的, 簡介 這裡應該是 可以下載 那個Apps 這頁 教你怎麼用 小小的, 應該是 好, 還有這個袋 這個 很難拿 這個 鑽住了 好, 搞定 這個盒的設計也不錯 挺漂亮, 還有紫色 好, 這個 這個 應該要帶 是吧 好, 另外 這個 補光燈 拉出來 哎呀, 這麼緊 這個 要先拿出來 嘩, 真是不懂 這邊, 插在這邊 小心弄到 好 這邊 有條線 USB 去Type-C 沒有了 那這個 怎麼拿呢 真是 好, 先看看 有個 有條帶 似乎是 利龍的 好軟屬 那另外 這個 Type-C 去Type-C 的 應該是給iPhone充電 那另外這個Type-C 去哪呢 是不是Android 看不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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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C 這個 應該是給 曝光燈 這個 Type-C 去iPhone 頭 另外 這個 就說明書 好 另外 另外 這個 應該要拆出來 先 但是怎麼拆呢 這個呢 要這樣拆出來 才可以拆得到 把它拆出來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膠套 這個 補光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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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度高 然後 這樣 移動 好 搞定 首先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手機 攝像鏡頭 要拆掉這個 好 夾到手機 另外這裡 這個 這個 可以拆 整個 磁吸手機夾 對準 那個卡位 這個 我知道這裡有卡位 對準 這裡 這樣 切下去 這裡有位 這樣切下去 好 好 先拆掉 第三 這裡 就要拆了 這樣 先拆掉 接著是第四 已經開了 第四 這個什麼呢 好 切物放在地下 沙地 刮花 好 先拆掉這個 另外第五 再拆掉這個 好 大致完成了 這裡還有一個標籤 對 是肥皂 這 先拆掉 收盤 猜不到那麼黑色 手機穩定器 充不了我的支援 坏了要拿回去做 一买回来不够 两天就说要拿去做 QC一样 拿去旅行都去不了 想不到QC这么差 真的非常失望 用手 stabbed 不够了 有些什么和光纤细 鸡叶子 掌揽了一圈 撒入环境